女人冒雨修理电路 却发现了并不该出现在这的车子 她上前查看 不想看到惊恐迷目 男友被绑在车上 早已没了气息 女人立即想到 是有人要调虎离山 赶紧跑回屋子 女儿爱丽丝还一个人在家里 女人疯狂跑回卧室 爱丽丝果然不见了 床上是绑匪留下的线索 没错 绑架爱丽丝的 正是她亲生父亲 迪伦 这是怎样一个奇葩家庭 不要着急 更让人惊叹的还在后面 女人冲到房东卢太太家里 也不管对方正欲自杀 先找到电话想要求救 可是因为停电 通讯也中断 女人发疯一样的拍着桌子 这才看到卢太太拿着猎枪 问你在干什么 卢太太是女人的邻居 也是房东 她年迈多病 已经被疼痛折磨得不成样子 于是打算提前自我了结 先是在镇上抢下防御部 然后到银行取出所有积蓄 带着自己的狗子正欲回家 碰见了老情长 她看卢太太经常捂着自己的手腕 好心推荐她的手镯 说是可以吸收身体里的毒素 减少压健康 卢太太都要死了 不愿听这些废话 没给她好脸色就离开了 接着她来到女人朱尼的家门前 让她把这个月的租金 放在屋内桌子上 还特别提醒 不是窗外的邮箱里 必须放进屋子里 看卢太太的眼神 明显欲言又止 回到家里 她开始整理一屋 先是烧着那些代表过去 不堪黑历史的照片 然后写一封遗书 交代后事 房子和钱全部留给房客朱尼和她女儿 自己狗子的口粮在冰箱里 足够吃一个月 希望朱尼能够继续照顾狗子 当一切准备就绪 卢太太独自坐在停电的屋子内 摆好姿势 准备了结自己罪恶的一生 结果就在此时 朱尼因为丢了女儿 慌忙地冲进来 卢太太只好先把自杀的事放下 问朱尼怎么了 对方拿出孩子父亲留下的照片 后面写着 你好妈妈 我回来了 丢女儿的朱尼 要自杀的卢太太都交代完了 那么车子里被绑的男友是怎么回事 时间还得回到当天上午 首先确认一点 朱尼老公死后 他搬来小岛上住 因此认识了现男友大卫 他每天都来看朱尼 白天回程的路上 看到一个男人在大雨中等车 于是好心载对方一程 男人上车后与大卫相谈甚欢 还表示两人品味相同 下一秒 男人目露凶光 将大卫的头狠狠地撞向方向盘 没多一会儿 大卫停止了挣扎 男人将车子开回朱尼家附近 先是弄坏了电闸 让朱尼家停电 趁对方出门 男人来到屋内释放迷烟 将女儿掳走后留下线索 没错 他正是爱丽丝的亲生父亲 迪伦 刚刚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 这要等到电影的后半段 才能给出解答 朱尼和卢太太打算驱车报警 却无论怎样都打不着火 卢太太打开前车盖查看 一个定时炸弹赫然出现在眼前 他立即扣上车盖 拉着朱尼跑到房子后面 只听轰的一声 车子被扎得稀碎 瞬间燃起熊熊大火 两人需要想办法拯救爱丽丝 朱尼对卢太太说 迪伦曾是陆军特战队员 身手了得 但后来犯了战争罪 一直被通缉 她是个反社会权格 不好对付 边听朱尼介绍 卢太太边找出柜子里的手枪 看着专业的手法就知道 她不是个普通人物 装备齐全 两人带着狗子出门寻找 按照车者显示 迪伦是带着爱丽丝 徒步逃跑的 只要两人加快脚步 就有可能追上 迪伦和女儿正待在一个小屋子里 她还在逗爱丽丝开心 两人找了一夜 终于在天将亮时 看到林中小屋 朱尼素人一个 无法作战 留在丛林里等 卢太太可以扮演山村老妇 上前套话 随后她敲开房门 说自己的狗走丢 她寻找一夜 结果迷路了 现在又冷又饿 对面两人一看 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 他们看到来人只是个老太太 但并没有放松警惕 虽然让老人进来烤火 却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火上的番茄汤 咕嘟咕嘟直响 三人谁都不敢说话 一声狗叫 打破了沉默 卢太太转身想走 却被大块头按住 还叫出她的曾有名 卢太太见暴露了 一把将番茄浓汤 扣在了那人满脸 接着躲在木桌后 躲避另一人的子弹攻击 趁机掏出手枪 一发子弹 便射中袭击之人 随后 卢太太与大块头撕打起来 这卢太太伸手不一般 两人大战三百回合 卢太太因为熟练地使用厨房道具 一个罐头盒彻底击败了对方 这就是生活的智慧 他将大块头绑起来 问出狄伦去处 他要去港口坐船 离开小岛 原来这两人是狄伦 故意留下来防御卢太太的 两人又有什么恩怨 电影这时并未给出解答 朱尼冲进小屋 跟我们有一样的困惑 卢太太一个老人 怎么可能解决两个特种兵 朱尼整理屋内能用得上的道具 卢太太趁机摘下墙上的明信片 上面写着陋系难改 玩得开心吗 她收起明信片 没告诉朱尼爱丽丝的下落 不知要隐瞒多久 朱尼看着对讲机 想要联系警察 卢太太却以不要打草精神为借口 阻止了 朱尼觉得 卢太太什么事都瞒着自己 并非真心帮忙 于是生气地走开 顺便把对讲机带着 她躲开卢太太视线 用对讲机联系对面的人 迪伦收到信号 得知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 赶紧带女儿提速赶路 他们刚离开 卢太太和朱尼就赶到 同样的地点 卢太太打算生火 结果手一抖 火柴全都掉进水里 是了 不过这难不倒 充满生活智慧的卢太太 她拿出口香糖的包装铝箔 用光面连接电池的正负两极 就这样 火点着了 朱尼手臂上无数伤疤 一看就是迪伦的杰作 朱尼搬来 人气罕至的小岛生活 就是为了躲避迪伦 两人边走边聊 很快到达了港口 刚刚下过暴雨 这里大风大浪很是凶险 不会有船停靠 卢太太觉得迪伦一定还在附近 走进旁边搁浅的船只查看 又一封明信片 写着永远在一起 卢太太不自然地抢走明信片 感觉在隐瞒什么 朱尼看着爱丽丝的小熊娃娃 留在这里 瞬间崩溃大哭 卢太太明白对方的企图 就是想刺激朱尼 她对迪伦的了解 貌似超过朱尼 看着远处狼烟升起 卢太太让朱尼拿着无线电 走到高处有信号的地方 联系警察 然后自己拿枪走进山洞 看到爱丽丝正在熟睡 放下心来 不想身后迪伦出现 叫了一声妈妈 对的 卢太太是迪伦的母亲 她因为看不惯儿子 对儿媳与孙女的打骂虐待 向中情局举报了迪伦 对方随即被追捕 迪伦制造了一场意外 看起来像自己已死 因此无需要再逃亡 但是她需要找到母亲报仇 这才想到绑架爱丽丝 她要带着所有人一起去死 母子俩刺打了起来 原来卢太太原本就服务于中情局 经常为了完成任务 把儿子扔在一边 她没有给迪伦足够的陪伴与爱 使得她自小就性格扭曲 这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朱尼找到信号联系上警长 把迪伦绑架女儿的事说了个遍 老警长找出罪犯的资料 一看惊呆了 迪伦是中情局的通缉犯 现在出现在小岛上 而且在岛上生活了几十年的卢太太 竟然也是通缉犯 她曾经是中情局的一员 一手发动了伊朗政变 被惹怒的恐怖分子 劫持了她儿子做人质 可她却并没有去管 虽然最后迪伦被中情局救了出来 但也因此让母子俩产生隔阂 为了躲避中情局和恐怖分子的追杀 卢太太才躲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 这事太大了 地方警察没法管 便联系中情局 对方让警长不要轻举妄动 他们会派人来处理 卢太太与儿子撕打时受了伤 她先跑回破船找朱妮 对方帮她进行了简单包扎 问了其中缘由 那些明信片都是写给卢太太的 狄伦的目标就是妈妈 卢太太从一开始 就是为了保护儿媳和孙女 在狄伦夹死以后 她就让人引导朱妮来岛上住 这样两人就可以在她的保护下生活 她深知对不起儿子 所以不想让儿媳和孙女 也活在恐惧当中 第二天警察依旧没有来 朱妮决定亲自会会丈夫 即便成功机会渺茫 但为了女儿 她要竭尽全力 于是她孤身前往灯塔 朱妮走后 老警长赶来 看着受伤的卢太太 她把自己的手镯给对方戴上 转身 卢太太就偷了老警长的沙滩车 她要去救儿媳妇 朱妮在灯塔上见到了狄伦 对方没有为难她 还把女儿放了 母女俩深情相拥以后 朱妮让爱丽丝先走 她与爸爸有话要说 朱妮拿着枪指着狄伦 荒腕中开出一枪 对方肩膀受伤 接着又是一枪 狄伦被打伤腿 这就是特种兵的实力 她趁势夺下枪 死死地勒住朱妮 对方也是狠人 拿出匕首刺穿狄伦手掌 然后向楼下跑去 跟爱丽丝会合 朱妮看清灯塔一层全是炸药 狄伦这是要等大家聚集后 同归于尽 这时卢太太赶到 她虽然没有武器 但是拆弹可以试一试 炸弹是通过无线电频率控制的 只要它改变频率 就无法接收信号 同样也就不会爆炸 狄伦按下开关 什么都没有发生 卢太太和朱妮趁机离开 等狄伦来到楼下 发现所有人都跑了 这时中情局的飞机 赶到灯塔附近 就在空中盘旋 卢太太看着手中电线与手镯 不知怎么设置成了一个接收器 把对讲机调到炸弹的频率 轻轻一按 灯塔就这么炸没了 中情局的飞机看到爆炸 找到了目标 卢太太让朱妮带孙女先走 她是中情局的目标 跑不了 结果爆炸并未伤害到狄伦 她与母亲在海边 展开殊死搏斗 卢太太受伤之后 母子两人拥抱在一起 他们要共同面对 亲戚而来的海浪 中情局锁定目标 对着两人一顿扫射 子弹全部打中狄伦 母亲和儿子一同跌进海里 按照卢太太的遗嘱 朱妮得到了婆婆的全部遗产 在警察找到狄伦尸体以后 又让她签署同意埋葬的协议 现在朱妮有钱了 不用为生计奔波 于是她决定带女儿去西雅图生活 在轮船上 爱丽丝问朱妮 卢太太的尸体没找到 她死了没有 这时狗子突然察觉到 熟悉的气息 甲板上一个老人的手 露出屏幕 她带着老警长的手镯 全片 玩 孤岛寻踪 是9月23日刚刚上映的 美国网路电影 虽然演员阵容豪华 团队也是硬核 但本片并未得到预想中的口碑 可能是这种颠覆传统的母子互相残杀 无法得到观众的认同 前方埋了两个谜题 卢太太的身份 这个很好猜 退休特工什么的设定 已经不觉惊喜 第二部分 儿子的目标是母亲 就太让人意外了 可惜这意外不是惊喜 而是惊吓 剧情还能这么发展的吗 你要是前面铺垫个女主 为了让自己事业后继有人 故意领养儿子 将她训练成杀手 也说得通 现在单纯的就是不负责任的母亲 和反社会人格的儿子 想置对方于死地 你让观众如何共情 庆幸自己原生家庭虽然不好 但是没有反社会吗 真是难以理解 小伙伴们可以评论探讨一下 能否接受这种剧情设定 今天的电影讲到这里 下期再见